各位大兄弟们,这里是B圈老韭菜 今天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 来,我们今天来一个上周 本周吧,所有的视频回顾 顺便来,我们来看一看整个大盘 现在大盘明显的是从底部 基本上都有一个W底 这边开始慢慢的反弹了 可以感到这里明显是一个W底的反弹 这里也是类似的,对啊,W底 ETH也是一个小的W底 那就是说,之前,昨天吧,也分析过,对吧 这个,所有的理由其实都不是真正的理由 所有对市场看空的情绪 也不是真正的看空的情绪 所以说这次反弹呢,也算是在意料之中 但后市你说是往下走还是往上走 这个是没有人可以判断的 如果灰度来上班 比特币可以可能是会达到前期的一万九千多 对啊,那恭喜所有的人在下面 买到很坚信的 在后半程 我把它删掉 在这个低点,如果你买进的话 那恭喜大家 包括ETH在500刀左右买进的话 恭喜大家 如果没有买到的话 小伙伴也没有什么可以慌张的,对吧 我们看看能不能起稳 如果能够起稳,可以突破两万点 大家再入也不急 突破两万点的话,就是真正的牛市有开端了 如果你在这边买到的话 可以暂时持有 对啊,就像我在下面的低点买到了 那差不多有120刀左右的利润 对啊,包括我的ETH 这是我的ETH账户 我也在低点 那稳健的入手了 差不多现在有98块钱的利润 所以说还不错 但是我现在还不会出手 对啊,我大概平仓的话 会到前期的一万九千三 九千四左右 可以看一下 在这波平仓 应该会回调一点 那要突破新高 还是有一定压力的 我估计还要反复几次 通过这次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可能会反复几次 那我这波上去之后 可能会在一万九千三 九千四左右出掉 以太坊这边会在六百多左右出掉 现在我它的DeFi和Allcoin 我上面没有是期 我是没有期货的 我只是持了一点币 所以说持币的话 我暂时是不会动的 期货的话 因为Allcoin风险确实特别大 一跌就低一个10% 20%是很正常的 所以特别容易爆仓 所以这边大家做期货的话 特别小心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市场可以说是一片帆绿 最近一个小时有所回调 过去的24小时 看大多数的是帆绿 值得注意的是XRP 最近特别的火 跌到0.5 现在又涨到了0.62 差不多有20%多的涨幅 从最低点 那比特币是最低点是16000 6700 16800 又重新站稳了18000 其实现阶段我个人认为 比特币是最容易操作的 因为这个pattern很明显 一旦下去 你就可以去买一点 对吧 因为很多灰度啊 包括机构啊 都会在下面接盘 它不会跌的太厉害的 除非发生什么黑天鹅灰犀牛的事情 一般性的话 我个人认为做一波短差还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看到波卡什么的 都有所上升 对吧 BNB又差不多涨到快要30块了 等等等等 我们看一下几个DeFi coin DeFi coin其实涨幅不大 对吧 AV最低的话大概58 现在涨了大概10%回调了 Uniswap最低是3块 现在是3块4毛4 其实涨的特别 我看7天还都是下跌的 7天都是下跌的 WFi7天还是下跌的 对吧 Theta7天下跌的蛮厉害 这个的话 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ThetaNetwork SNX7天下跌比较厉害 18.7% FTX是不是特别的稳 又涨到了4块以上了 对吧 我当初说3块5以下是一个entry point 这个币不会暴涨了 但是会非常的稳 你要让它跌破3块是非常难的 其实FTX 大家可以四级考虑一下 Basic Attention也是比较稳的吧 在两毛钱的时候 我这边进了1000刀 现在虽然涨幅不大 但是是比较稳健的 还是不错的 我个人比较喜欢投资 那些比较稳健的币种 行 那市场的复盘 大概是先讲到这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周我这边做了多少视频 差不多1,2,3,4,5,6 从这里 做6个视频 12个视频 13,14,15,16 做了16个视频 16,17个视频 对吧 6,12 做了差不多17个视频 那可能有很多新的同学 刚刚订阅我的频道 那不知道我做哪些视频 我在这边和大家再说一下 对吧 大家可以挑捷径看一下 看哪些是重点 好 进入主题 那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可以点个赞 订个月 转个发 对吧 点赞 希望大家能够给我点个赞 对吧 你的举手之劳会很 会会极大的帮助我这边 提高我的自信心 可以support这个channel 非常的感谢大家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昨天分享的一个 本周分享的一个干货 就是uniswap 发了第三集和第四集 我们可以看 这边uniswap v3 对吧 主要是讲了v3 那看了我这期视频的人 就知道uniswap v3 大概什么时候上线 据我这边的分析 至少到明年的下半年 明年6月以后 对吧 因为v3利用了一个叫做optism rollup 那个optism rollup是第三方在制作 这个要花一定时间的 不是他们自己在弄 还有一个就讲了这个对吧 heiden adams 就是这个uniswap的创始人 他的逆袭之路 怎么样一步一步成为做出了defi的 头一把交易的项目uniswap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 好 然后还昨天讲了一个ftx的子账户怎么用 对吧 呃 是在这里 ftx的子账户怎么用 这个我个人认为还是有相当大的干货的 可以看到我在ftx上面有很多的子账户 对吧 就是我是怎么操作的 除此之外呢 这一周呢 最最大的一个不同呢 或者是一个新的尝试 老九菜这边呢 就是一个live trading 我们可以看到老九菜从这里 首次live trading 不知道大家看得见吗 就这个 就这个首次live trading 对吧 然后什么赚了个鸡腿点个赞呦 然后又到老九菜爆仓啦 还有什么 今天赚了一个 昨天赚了一个鸡腿 今天亏了一个龙虾 等等等等 这都是老九菜的一个live trading 就是我在做 做完操作的时候 立马就把这个视频传上去了 大概前后的话也不差 大概15分钟吧 因为我上传一个视频 我网络不是特别好 大概是在15分钟到30分钟 这是做了一个live trading的尝试 大家可以基本上看到我的仓位 包括现在大家能够看到我的仓位 对吧 大概是多少 然后我的止损点是在哪里 等等等等等等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可以给我提一点建议 就是大家有更好的这种操作的手段啊 或者操作的方式啊 或者操作的策略啊 都可以给我留言 我这边看到的话会 基本上95%以上都会回复 90%以上都会回复 除了有很多很明显的是那种宣传自己项目的 我不太想回复之外 其他那种讨论的我们都会 我都会亲自的回复 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义的 让我也学到很多东西 特别是我看到最近有几个质量非常高的回复 比如说这个徐鹏同学的 他这边说了一些Compound的这个去中心化金融啊 里面这个是怎么清算的 我觉得说的非常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非常有自己的见解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评论 行 那我们除此之外对吧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视频就是 市场大跌的分析 就是这个 花了30分钟做了一个比较长的视频 来分析一下这个市场 如果没有看过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 那在这个视频里面呢 基本讲到了现在 就是两三天之前 对三天之前 我爆仓的时候市场恐慌 大跌礼拜三吧 好像是还是礼拜四 大跌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和我们冷静下来思考一下 现在整个加密货币市场 特别是比特币 它所在的一个位置 对吧 它所有的利好消息也好 或者整个世界的格局 对加密货币市场有什么影响也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 里面最重要的是给出了 我个人认为 目前为止比特币在一个底部的一个位置 是在一万两千美金左右 那有可能跌破一万两千 但我觉得会很快的又上一万两千 那我觉得一万两千可能是目前一个最大的支撑位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考虑到每次下跌啊 我都会稍微补一点仓 因为我把资金留到的最低是在一万两千 这边也可以补仓这个阶段 好 那就是本周的一个视频的一个回顾 看看本周发生了什么大事 对吧 频道推荐这边呢 我这周没有看到很很好的华人频道 但我看到一个鬼老频道是说炒币的 叫做crypto universe 怎么一下子找不到 这个不叫crypto 叫做Benjamin Colvin 这边写intel cryptoverse 对不是crypto universe Benjamin Colvin 这个哥们呢是个鬼老对吧 当然他是全英文的 他主要是分析 比特币的一些technical analysis 和四个all coin 好像是eth 还有什么ada 对吧 还有chain link chain link 他分析的all coin不多 大概是三四个all coin 最主要是分析比特币 我觉得这个哥们的TA的水平是相当的高 就是技术分析的水平是相当的高 有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看一下 你也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是专门做炒币的 天天就是以炒币为生的是做技术分析的同学 可以看一下 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行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先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喜欢我的视频一定要记得给我点个赞哟 谢谢大家 Peace 谢谢大家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